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各位佛友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的白化佛法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念头是最重要的 佛经上经常讲一念善是佛 一念恶是魔 所以我们念头要尝思善 经常要想一想 同样我们的念头也要经常要懂得 在红尝当中退一步 那就是智慧 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 或者能够不理解别人 去推进着人家去做 有的时候你会断缘 缘分会没有 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 静静地来想一想 我们做什么事情 有缘分就好好地去随缘 没缘分 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个缘分 这个缘呢 也有善缘 也有恶缘 有时候呢 一念正 一念邪 它都有分的 你今天一个念头是正的 你可能呢 这件事情就做对了 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呢 你可能这件事情呢 就做错了 所以正和邪之间 就是佛和魔之间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要懂得怎么样来淡化 自己对人间的一些执着 一件事情放不下 人生很多事情放不下 你要想办法能够把它解脱放下 最重要的 就要理解人生啊 若只如初见 只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山 古时候很多人呢 悲从心来 和别人的感情啊 离去了 依依不舍 最后呢 把自己这种感情来 做一首诗 画在一个扇子当中 这个诗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跟人 最好保持在像初次见面这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的 一句话 君子之交 淡如水 有的时候太好了 就会 这个感情会牵扯 牵盼 所以初见 一人啊 不再往心里去 何来 分别计较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刚刚跟他 初次见面 你不会对他 有过分的要求的 你总是说 啊 很好 看到别人 就犹如刚刚 初次见面一样 你可以保持一种尊重 可以保持一种沉默 可以保持一种理解 也可以保持一种 啊 圆容 所以 初次见面那种感觉 就是 我们是一个 好朋友 我们是个好佛友 你一定不会 斤斤计较 一定会随缘放下 当你随缘放下的时候 你 人本身就是 万般自在 所以很多人说 你活得很自在啊 为什么他活得不自在啊 实际上自在 就是你自己啊 在调节你的心啊 你把很多的老朋友 把很多的外面的人间的 那些单位里啊 或者一些人啊 身上有毛病的 你把他感受到 我跟他初次见面 你一定不会 对他有过分的要求 这是佛法的智慧 有的时候 一念之间的 以前啊 一想起以前呢 又恨了 一想起以前呢 又开心了 所以这个人的智慧啊 就在悲伤和智慧当中 游荡 所以怎么样没有烦恼 怎么样没有辛苦的 分别 就是不要有分别性呀 你看我们人很可怜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有分别性 因为这个人过去曾经伤害过你 因为这个人曾经 帮助过你 你看到他 分别性开始 在你心中 就会产生喜怒哀乐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没有爱和恨的是非 那就是放下呀 你对这个人也没有爱 也没有太多的恨 那么你不就是放下了 就像马路上 匆匆而过的人 你会对他有爱有恨吗 只是擦肩而过 所以你没有 在心中就会没有顺逆境 你看见这个人很讨厌 你就会有逆境出来 你这个人看见他很喜欢 你心中的顺境就出来了 所以像太阳一样的 很多人喜欢太阳 有些人喜欢月亮 那么每个人的概念不同 太阳升起的时候 对他来讲 他茁壮成长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 他又有悲伤 那么还有些人呢 他太阳月亮他都喜欢 所以太阳来了 他也爱 月亮来了 他也喜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没有偏 这个没有走偏 有的人好的 经常对这个人 有偏心 偏袒他 有的时候呢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执着 会造成我们的任性 想干什么 非常的任性 所以自然 在心中 就不会有取舍的苦恼 大家想想 取舍的苦恼是什么 取舍的苦恼 就是一念之间 在一念之间 那么你今天一个念头 你今天我一定要 你进入了痛苦的程序当中 如果你今天说我无所谓的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你进入了幸福的程序当中 所以苦恼来自于分别心啊 对别人要平等心 一世同仆心 学博人不管顺缘逆缘 我们要学会 圣事 闲庭 信部啊 所以从鲁不经去留随意 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人人都想玩得开心 都想认识更多的人 以为我们的生活永远会这样 我们的感情永远会这样 这就违背了佛法界讲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样东西那是永久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 是重新遇到了自己的那一刻 所以每个人都要心中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一刻 你才能悟出 你才能走遍世界 所以你了解自己的人 你走到哪里 你都不会吃亏 别人都会尊重你 因为你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 该做什么行为 该有什么思维 这个人就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 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说得满口大话 吃得满口饭 做的行为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还以为我是一枝独秀 实际上这些 只不过就是为了找回一条 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观念 我是这样的吗 我虽然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我一定有道理的 实际上这种已经是在偏见和执着当中 在选择自己的思维了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正和不正 它当然是不一样的 正思维让别人尊重 偏思维让别人会举报你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共修会里面 如果你今天上来讲得如理如法 大家都很喜欢听 但有些人增加了自己很多的个人观点 有些话讲了偏了 那么慢慢的别人就会告诉我们 说某某某他在谈体会的时候 有严重的偏见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正 所以一个人正首先要了解自己 你才能正 你这个人不能了解自己 你怎么来了解别人 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修心就是为了回归自己的内心 你了解自己不就是因为要内心了解自己吗 你要放下很多的欲望和念头 回归到无念 无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那是自然的东西 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带着一种强求执着 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那种观念在里面 所以一个人能够让别人接受的语言 接受的行为 接受的思维 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别人都能够接受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 对不对啊 叔叔我嘴巴干了 我要吃这个 人家哦 孩子我帮你买啊 人家不会怀疑你这个人贪嘴的 因为你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有多少痛苦 因为他有多少杂念 他越是想得多 我怎么样让别人又没有感受到 我在动小脑筋 我又要把这些事情做得 让别人看不出来 然而当自己讲出来之后 别人看出来了 你就会痛苦 被别人发现你的目的之后 很多人就会痛苦 因为你本来想骗别人 所以我们说 学佛学到最后 还是要学会自然 所以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 大道自然 所以天道也好 人道也好 阿修罗道也好 其实都是本性善良 本性善良 这就是善道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了 三善道 天人 阿修罗 还有人道 人道也算善道 但是这个善道是最接近 最接近这个畜生道 所以一个人做事情 稍不留神 做出来就是畜生的事情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因为太靠近畜生道 所以常常呢 不能带有称恨之心 因为畜生很容易恨别人 大家看见狗啊 你踢它一脚 它一定要从你叫一叫 咬一咬 追你一把 所以动物它有个本性 它非常的恨 而且它非常的执着和争斗 喜欢跟别人斗 所以我们学博人 要学会 不要和别人去争斗 要学会善良 有的时候你的心 会让你常常心风作浪 你不想去跟这个人争 但是他气得你 就想跟他去 斗 去争 实际上 好勇斗狠啊 这个就有点像阿修罗道 所以在人间 不要去执着 谋 谋 谋就是一个思维 所以人家说 这个谋就是去思维 去想象 去到底怎么做 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受到 这个任何的事和人物的迷惑和颠倒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以为人间 这件事情我是对的 我是错的 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是非的圈子里 你在是非当中出不来 如果你今天跳出是非的圈子 你因为懂得侧隐之心 慈悲无限的道理 你觉得人伤我痛 对方就是对你坚强 那也是一种懦弱 对方对你一种 对方对你一种 这个 这个 慈忍 他反而倒是一种坚强的象征 然而我们人 经常把对方的慈悲 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 而把自己 这种非常强硬的 那种思维 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 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